河北省委书记黎岳峰在雄安视察时强调 雄安新区建设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安全不容有失 他说从目前的情况看 在本轮强降雨中 雄安新区没有出现泪涝等险情 经受住了考验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 现阶段河北尤其是卓州 遭遇了洪灾冲击最惨重 河北目前已启用七处叙制洪区 导致超过120万民众转移 8月3日有网友发布 河北卓州泄洪后的现状 水深八九米 最深达到12米 洪水也接近高速公路上方的指示牌 为什么 李悦峰不去受灾最严重的卓州 而要去没有受灾的雄安新区呢 其实卓州之所以受灾如此之重 其主要的原因就是 河北要保雄安新区 而采取了泄洪措施 政认家胡平先生认为 中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雄安 雄安就是习近平一意孤行 硬要搞出的大城市 才出现了后来的问题 在过去的历史上 卓州没有遭遇过这么严重的灾难 在林悦峰的眼里 雄安新区是习在之炼之的 他自然要作为重中之重 至于卓州老百姓的身世 当然没有他头上的乌纱帽重要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钟情于雄安新区呢 一点是曾经的金手指 习近平的乌托邦工程有两个 一个是一带一路战略 另一个是雄安新区 一带一路是另一个话题 我们今天呢 展且不标 雄安新区这个名号 是2017年4月1日 才进入了大众视野 那天呢 正好是西方的愚人节 雄安新区之前 是北京南边100多公里外的 一块低洼的地块 如今六年过去了 他已经花费了中央财政 一万个亿 雄安之所以能够录 他习近平的法案 与他的名字有关 党媒新华网 2023年5月11日发文 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雄安新区 规划建设的故事中说 雄安雄县 安新县各取一致 既称中历史 又寓意吉祥 但这是真的吗 学者维托在文章 前年大季雄安 习近平的龙凤杰中 质疑道 如果尊重历史 难道千年未变的宝地 不吉祥 不好听吗 古时定名宝地 曾有寓意保卫大都 也就是北京 安定天下之意 众所周知 浦东新区 是江泽民的主导 神圣特区 是邓小平的业绩 习近平要做内陆的雄安 政治上数杯力赚的意涵 已经占有相当的分量 习选指雄安 做他的政治新区 除了冠冕堂皇的 非俗都苏解功能的说辞外 雄安之名 无疑附和他 既要雄起世界 又要平安百年的 政治十五月 雄安行政区规划 含雄县 隆城县 安心县 以及周边的高阳县 龙化乡 和长州市 下辖的任秋市 的茂州镇 狗格庄镇 其间房乡 目前常住人口 约为120万 是他原来 隶属保定市 人口的九分之一 根据规划 雄安起步区面积 约100平方公里 中期发展区面积 约2000平方公里 远期控制区面积 约2000平方公里 2000平方公里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北京六环内的面积 约为2260平方公里 世界上最大的 东京都市圈 内部才2100平方公里 雄安将会超过 陆地面积 1105.6平方公里的 香港特区 1210平方公里的 上海浦东新区 1997.47平方公里的 深圳特区 美国发展水平最高的 纽约市 1200平方公里 更不在话下 西拍板之后 雄安新区升级为中国第19个国家级新区 被官方定位为北京非蜀都功能疏解集中的存在地 六年里 习近平三下雄安 分别是2017年爱 2019年1月和2023年5月 但雄安新区承载严重的地理缺陷 最要命的就是缺水 除了三线交界处的百洋店和安新县小资源这个充沛之外 雄县荣县全是干旱子弟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曾经说过 雄安新区所在的海河流域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缺水的流域之一 河北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220立方米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 一个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如果低于500平方米 这个地区就陷入严重的水危机 当年中科院组织有关专家 对白洋店进行了科学的考察 显示 最近几十年 白洋店干电化趋势明显 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白洋店多次出现干电 21世纪白洋店又连续七年出现干电 专家分析认为 从长远看 河北地区水资源缺乏的现状 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白洋店刚枯 威胁将长期存在 目前应急补水并不能解决干枯的问题 一方面白洋店远距离 远距离掉水效率太低 蒸发渗透 损耗基本在50%以上 另一方面 在没有外来水补充的情况下 白洋店即使在迅厚 蓄满水 仅店内蒸发渗透和生活用水 三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全部的水资源消耗完 专家警告 白洋店将不可避免的出现连连吊损 连连干电的局面 但习不这样认为 5月10日他在雄安村 短短六年里雄安新区从无道友 从南投到石井 一座高水准现代化的城市正在拔地而起 堪称奇迹 注意啊 这又是一个人间奇迹 习近平已经啊 到现在是第四 创造了三个人间奇迹 一个是啊 这个脱贫近小康 中国脱贫 这是第一大人间奇迹 第二个是防疫成功 第二大 第三个就是雄安新区的拔地而起 至于算不算人间奇迹 还是人间灾难 我们心里啊 都有一杆词 实践证明 他说啊 党中央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这个四个字啊 已经在三大奇迹中 他都是这样表述的 没有任何错误 完全正确 习理想很丰满 但雄安的现实 却很无感 如果没有行政的强力推动 他就是一座浪尾的 现代化空城 或者称鬼城 但即使强力推进 雄安新区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呢 你如果要在沙漠上建一座城市 可以呀 你只要有资金 当然你可以建成 但问题是你建在那里目的是什么 它如何的发展呢 深圳 比邻香港 上海 位于中国东海岸线的中心 长江三角洲的最东部 东陵东海 南平 杭州湾 西极 江苏 浙江两省 雄安新区 这个之前啊 鸟不拉屎的地方 他的优势在哪里呢 二 诡异的龙脉奉虚 习近平这一代接班人呢 心态很纠结 情绪也很慌忙 他们在毛泽东多次 残酷的政治运动中 兴臣下来 实属不易 但俗话说 静默者黑 红二代自然也不可能 要沾死 也不可避免 要沾上不可一世的流气 和混不灵的俗气 他们的父辈 是马主义 毛思想的雍登 无神论的卫士 轮到他们 接棒统治 对主义思想 只是利用 真正心里认同的 跟毛泽东一样 那就是 理性 这里啊 我们不能不说 不说说 习近平的 龙脉凤血的心结 2002年 5月24日 习的父亲 习仲勋在北京去世 享受89岁 2005年 他的骨灰 送回了老家陕西省 为南市复平县下葬 11年后啊 习仲勋的林木 已经扩建成 浩大的林园 整个工程包括 习的故居 计量馆 林园等 配套建筑 全部采用 电额地模 供卵系统 根据外媒记者的报道 扩建后 习林 在富平县 西部 占地 约7000平方米 加上停车场和专用的通道 超过了30步 习近平迷信龙脉所在 还让人想起了他六次下令 强裁 秦岭别墅 到2018年7月 以前185栋别墅被移为平地 令九栋被没收 事件在陕西政界引发强证 省市级七个高官被拿下 陕西省委书记赵振勇被判释还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习安市委书记 魏明州被判无期徒刑 这就让人很不理解 建一个别墅 一把手判使唤 你这不是疯了吗 不是 因为他冲了习大人的龙脉 习近平迷信风水 重视龙脉 但同样他也不能忽视 凤雪 凤就是凤凰的凤 雪 就是一个洞窟的意思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故居 在河北的高阳 虽然高阳画进了雄安 所辖的山县 似乎有点勉强 但尚有所好 下笔圣焉 画一个香给雄安 既能避嫌也算合理 又恰好高阳 接了安心的香名为龙化 这也是一个极强的称号 龙化 于是就有了高阳县 龙化香 画归安心县之举 中上属树 雄安心区是习近平的乌托邦工程之一 他从默默无闻到突然明文天下 只是因为他的命好 风水好 有一个好的符合风水的名字 其次呢 在书籍首都非政治功能的旗帜下 习的仕途旗 习啊 他的一个心结 就是他母亲的凤血 老家羔羊 是他隐蔽的心结 但如此任性荒诞自补 而将科学认证砌入壁壤 如同沙漠上建新城 问题是新城意见 发展动力何在 发展的优势何在呢 前年大季的奥秘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一千年 自然也就无法评说千年之后的事了 事实上 中国五千年文明 当然谈不上五千年 有文字记载的应该在三千年 三千四百年左右 这种承载是有定数的 任何一个民君 哪怕是昏君 如果他不遵循天 不遵循天道 自以为啊 是 在迷信风水 也没有用 大献一道 前年大季的雄安 坐镇龙脉的妇林 其实都救不了习近平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呢 咱们接着聊 感谢您的收看